我建议所有的女性平时多做上胶百臂的动作 因为肝有病齐齐流于两页 如果两页经常不通畅的话 容易造成两页淋巴浮肿 乳腺结结 脸上爱长斑爱长痘 这两个动作每天坚持做50到100次 一周后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刺激 不要每次都滑走 点个爱心收藏起来锻炼吧 可别小瞧了这个动作 很多腰疼腿疼宿骨神经疼 练了一段时间都改善了 不要急着滑走 点赞加关注收藏起来锻炼吧 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情不是喝水也不是伸懒腰 早知道早受益 起床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排便 早上按时排便的家人们更加的长寿更加的苗条 排便不唱的家人们做这两个动作 立马上厕所力减30斤 想知道什么动作吗 一掌跟对搓三分钟 二推中辅三分钟 学会的朋友不要着急滑走 点个爱心加个关注 俗话说白走不如一抖 今天教大家一套抖身操 大家跟着我做起来 首先呢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双手自然抖动 抖动的时候呢 脚尖垫起就这样每天五分钟 可以疏通全身气血 抖出美丽 抖出健康 每天做上一组就可以了 点个双击 加个关注 感谢支持 可别小瞧了 这个动作 很多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疼 练了一段时间都改善了 不要急着滑走 点赞 加关注 收藏起来锻炼吧 心最喜欢你拍打手臂内侧 肝最喜欢你伸男腰 肺最喜欢你伸呼吸 脾最喜欢你揉肚子 肾最喜欢你垫脚尖 你记住了吗 早上起床 分享三个动作 让你变瘦变美 变健康 动作一 扩胸开合走 这个动作能很好地唤醒身体 让身体更加舒畅 动作二 提臂上举 这个动作可以伸展背部 打开胸腔 吸入更多的氧气 促进身体循环 动作三 上下扩胸